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微软宣布高层变动 由印度出世的副总裁纳德拉出任行政总裁 成为有一个印度人在美国IT业界之中出头的例子 事实上印度裔人士一向都在美国IT业界占重要的职位 例如同样是IT业巨头的Google 有五个高层是印度人 包括四个副总裁和一个公司董事 而Adobe的行政总裁纳拉燕 和私科系统首席技术官旭里奥 他们都是印度人 而且与纳德拉是同乡 生于印度的海德拉巴 而Hotmail的创办人巴帝亚 和有份成立网上下载程式BT的纳文 他们都是印度人 美国IT重镇直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地区 有超过10万人都是印度裔 是美国其中一个最多印度人聚居的地区 为何那么多印度人从事IT行业 可能是与印度重视培训科研人才有关 在网上搜寻一些印度的大学排名 就会发现头几个全部都是理工学院 特别是印度理工学院的分校 印度理工学院是由印度政府为了培训本土科学家 减少依赖欧美科学家而成立 私科系统的旭里奥就是在印度理工学院的 德里分校毕业 之后再去美国打工 印度IT人在美国打江山之余 在祖国也发展得不错 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 IT行业的总值在2012年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7.5% 直接和间接聘用了大约1200万人 印度的IT公司主要集中在班加罗尔、甘内、海德拉巴 和孟买这几个大城市 其中班加罗尔更被称为印度植谷 他们通常是从事后勤支援服务 好像是接受欧美公司的外判 或者帮欧美公司在印度发展 有分析说印度的人力资源丰富 价钱便宜又识英文 政府又提供大量税务优惠吸引投资 是欧美公司将工作外判去印度的主要原因 今集的新闻支付说到这里